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 这个话说出来了 然后经济学家郎欣平讲 说出来你别睡不着 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 每小时30美金 第二名是美国22美金 泰国是两美金 我们全世界最后一名 每小时八毛钱 对啊 所以我们人均基地域排在第128位 我再给你看看啊 最近任总还作诗呢 我看看你写的诗啊 这个这个 盛口溜 盛口溜啊 国土部再出文件查查查 就是不见数量家家家 天旱的地开了花 天冷的春冻了茶 地价茶价开了闸 春来不见树发芽 量跌不见降房价 长城内外只飞杀 杀陈豹 你说这个量跌不见降房价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总量 就是购买的销售量 买卖少了 价钱还在那里 为什么 为什么 房子的总量供给不足 所以大家都愿意说 我即使卖不出去 我也不卖 刚性需求还在 物以需为贵 对吧 只是你市场认为 这个政策认为 它要限制 所以老百姓出现了官方 到三月份的数字 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三月份最后两周数字 已经出现交易量的上升问题 但是供应量并没有几大增加 现在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土地价格的问题 我认为供求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增加土地的总的供应量 很难解决土地的添加 他的意思就是 钱都是政府拿去了 地产商赚的余地不大 地产商怎么说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从报表中看 它也没超过8%过 所有的上市公司 现在已经有60个家公布报表 意思是说 老百姓要不满意的 就满意那些地方政府 因为他们卖地卖的太厉害了 对了 卖地赚钱太多了 你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问题 才有可能合理的解决 可是那个地方政府卖地 已经成为他们GDP的 很主要的一个来源了 对 那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 同样就是要解决土地制度 同时要解决我们财政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 这些卖地的收入应该拿出来很多钱 来盖这些联租屋 或者公共用房 这个我们已经有规定了 从98年时候我们就提出 拿土地双金的15% 用于盖保障型住房 联租房 15%是不是太少 后来我们建设部写了报告以后 国土部只批了5% 第二次我们又写了报告以后 国土部把它涨到了 法定的10% 也没有达到我们98年提出15% 不要以为这个比例 那种所谓的叫什么经济试用房 还是限价房 那是第二类 你知道这第二类 那叫政府帮助 最近就不是深深深出了 政府帮助和政府免费是两个概念 你听我说 在香港有50%的人住在公屋里 我同意你的看法 香港50%的人自己买楼的 另外有50%人一辈子住在 用几百块租的房子里边 我非常同意 那中国为什么只有1.5%的人才需要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分配 这个市场改革以前的情况 按现在的存量算 我刚才说了 房改房大概占50多 公租房 就是现在还有的 没有房改的 房管局管的房子 有11% 这是非常低租金的 加起来已经63了 对吧 还有一部分原有私房 就是解放间留下的 这些私人产权的私房 这个比例也要大到10%左右 这三个部分加起来 已经达到80%了 你讲的这个是常住人口 而且是旧格局 是县城建城区的 这个存量总计 现在的城市 比方像以深圳来说 你刚才讲的这个数字 只是两百万人 可是现在实际上 城市的人口是1100万人 深圳你说的很对 对 所以在北京上海也有这样的 我们如果查完了 会发现 它的联系的需求非常 不对 它的户籍制度 按您说的两百万人算 一个人平均有四到五套房 这是自由产权房 但从租到房子里的计算 深圳是全国住在自己房子里头 比例最低的 只有20 对 有80人是租房子 也就是说 它当地人提供的社会可租赁的房屋数量 是全国最大的 反过来说一个数字 就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我住的房子是我私人所有的占99 只有1%的市场化 这倒过来说明 在市场化城市最发达的地区 租房子租的最多 尽管它不是公家提供 但倒过来说 最落后的地区是私有租房产值 最高的 我们可不可以看说将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往深圳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更大 往乌鲁木齐那个方向可能性小 对不对 所以盖联租屋解决新的城市人口 是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 不不不不 联租屋的概念很清楚 北京是规定人均居住面积少于7.5平米 你可以把这个面积放高吗 人均收入少于多少多少 到7.5平米 北京只有7万4千人 对 已经解决了几万户 而现在呢 完全可以在今年或者明年全部解决完 那 百分之百解决完 那我的问题是 假如把它提高到20平方呢 提高20平方 那就解决的就要搭了 就不叫联租了 联租是什么呢 是保障居住权利的一张安全网 但是你到20平米就变成弹簧床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经济适用住房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 那为什么三个人居住 所以你的面对很少 你这个经济标准 你这个经济适用房 一个是政府白给的 一个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免收土地出账金的 但是这是两种不同处理办法 你知道最近深圳出了个事吗 就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吗 给人家网友弄出来吗 50辆豪车都是那个名车 结果这一调查 至少有十几辆车 确实是这个经济适用房的业主 开那么贵的车 买着经济适用房 那像这种是什么 所以我就提出来了 建议他取消这种方法 然后把这个砖头补贴变成人头补贴 世界各国从二次大战之后 像欧洲这些国家都走了这样一个经历 就最开始时候大家没钱 我都要用砖头补贴的方式给你改房子 最连低的房子或者让你去住进去 第二步走的就是人头补贴 只对收入低的人给你补贴 而是按人头计算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 在砖头补贴里出现了你说的 大家用一个假的收入申报 去取得这个住房权利 然后自己还可以买更高级的车 所以这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 你意思说联租屋这个方法 在中国内地行不通 联租屋在北京 在中国是2007年 我们大概经过了10年的奋斗 才迫使政府出了24号文件 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联租房 你觉得将来应该发展吗 其中我不一定为大安发展 因为它有多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实行的 叫做收购了一部分房子 不是亲建 它可能在城区里的稍微破一点 小一点房子 然后给这些人去住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除了建联租房以外 这个这个 联租房以外 还有一种办法是补贴 给你租金补贴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就近 或者适度的去选择 然后这个租金补贴 如果你愿意住的小一点呢 可以补贴你的生活标准 这两种方法都在执行 建联租房我不太同意 很多地方政府都怕形成了一个最终的贫民窟 现在在小区里配件的已经出现了 同样的小区 同样的花园 同样的公共设施 但是物业管理费收不上来 这些人就会和原来那个商人比方 这是带出另外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贴了一个标签 就是你住在贫民窟 因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人的平等概念非常之强 它不像香港那些安于一定的社会阶层 所以人人都要争同样的东西 在印度这个等级的差别 也是大家都承认了 无所谓了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集中建联租房的时候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原来可能在旧的城市区 核心区里头居住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但是它可以卖茶叶散活下去 它可以修自行车活下去 它的子女上学就近 可是搬到那些 谁让他们去通城 不是不是去通县 搬到那个联租房的小区里头 可能没有通县那么远 可能就在很近的地方 它也没办法去修自行车 周立波的说法 就偷都没地方好偷 对了 它没有办法去卖茶叶散 所以它很多人不去 就要北京有一部人不深情 广告时间你先回避一下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你说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你今年这个房价 这个涨涨涨涨涨涨 但是又有人说 这78家央企退市是个大忽悠 并不能真的起作用 我也觉得是 因为它占的总量太低了 所有的央企都下来 才占了5%的总量 所以它不是核心 但是它起这个 害群之马的坏作用 就是一个帝王 就把这个周边的地区和整个社会搞乱了 其实我们的帝王才要多少 把这几年的帝王都加起来也没多少 而且90%的帝王集中在七八个城市里头 剩下城市都出不了帝王 你像中原地产有一个数据 但是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坏的 中原地产数据说是去年 就是北京全部这个土地交易 这个国企拿地拿了59% 说是今年到现在好像是62% 所以说在这七八个城市里头 充分体现了国企和央企的实力巨大 但是你要到二三线城市 你会发现那找不到一个央企 现在二三线城市的领导们 市长和书记 巴不得我用最优惠的政策请你去 把你央企拉过去 对 我希望你给你最优惠的地价请你去 为什么 我那个地方的房地产没有起来 我那个地方大片的土地开发是没有钱的 还没有钱呢 还不是开 我卖地卖不出去啊 我觉得它有一种等于论 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 你没有资格住在北京 没有资格去上海 你只能去二三线城市 是这意思吗 你说的对啊 这个如果北京的房价是全国最低的 是不是它就不是5%的问题了 而是有几乎全国的人都住到北京了 你受得了吗 它一定用房价做一个门槛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最后就是高生产能力的人 你信这个城市 这只能通过商业运作实现 而不能通过社会规则来限定 没有社会规则 就是个房价啊 对吧 因为政府有一条是必须保障 居住在你这里的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 不管是联罪房还是什么 咱就说 如果我没有一个市场的门槛 所有人都可以把户口牵过来 所有人都可以住在这一个城市 那你觉得现在北京这个房价是合理的吗 我也没觉得这个北京房价不合理 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说的涨涨涨这个概念和中央所说的这个 这个意志啊 是两个方向 怎么讲 我说房价是涨的 但是我没有希望这个一百块钱的房价 不能涨到一百零一块钱 一定要涨到两百块钱 这叫过快上涨 所以中央精神很清楚 我们要抑制是过快上涨 就像刚才教授说的 他算的一些核心城市的核心部位的房子 可能涨到一百倍 这叫过快上涨 或者十倍二十倍都有 这是过快上涨 那么到我来说 还有一些地区的房价是在降或者没涨的 所以在全国统计数字就出现了差了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现在的共识 共识大家都同意的是两点 一房价涨得太厉害了 二他还会涨 对 就这个就是使得所有的人最困惑 而不是要解决的二 还涨这个事是固定的 没办法 但是不要出现 我们可以看看 人口因素 城市化因素 政府投入因素等等等等 政府在不断投入修地铁 修政策修纳 它能不涨吗 医院学校教育配套各种方面都好了 房子为什么不涨 我就问你一简单的问题 我代表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问个问题 他们现在的现实问题 这不在凤凰卫视吗 在北京这工作吗 那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办呢 他们就租房子吧 因为有钱有能力就买啊 没钱没能力就别租在北京啊 你凤凰卫视在全国各地都有地方 你干嘛费着 临时来了就行了 我要回去回去啊 我们办办公去 不是 你办公可能还在这 但是一定要换一个人 具备在北京按家立业的条件的人 人总讲的对 涨的呢 政府也希望 国家实力也强 但它带出来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 贫富不均 弄不好下面会反 第二 我同意 房价涨了以后 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下降 人家以后 工业科技 你看相反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一定 全部工业都赶走了 工业赶走是对的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服务业提高了的话 工业赶走没什么错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它不发展工业 不发展科技 就等于一个人 不靠脑力生活 不靠体力生活 就靠卖生生活 卖生最容易赚钱 靠脑力生活 长远没有出路 比如说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动漫 等等 你看看纽约有多少工业生产 加工业 没有 纽约的产业工人不到4% 主要是集中在码头 剩下的 它都是以第三产业 服务业 媒体 什么等等 而它的增长速度还是很高的 你的意思 上海北京都得变成 上海北京的核心城市应该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向世界发达国家看齐提高到百分之八九十 北京现在是七十几 北京几乎现在已经没有中工业了 对吧 没有中工业了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 其二点是我们的领导不断要用工业加工业来维持GDP增长 这是个错误观念 有些地方劳动力低下 它可以用这种方式 向转移 就像我们发达国家向非发达国家转移 同样 和开发商也一样 我们开发商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地 我们就去23线城市 那你为什么飞去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子还要赖在这不走呢 所以你的意思 我们都走了 我们都走 走通线去 赶走北京圣衣市 不不不 我跟你说将来 照你这么说北京上海就是个万人恨的地方 全国都恨这地方 都是些什么人在这住 纽约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变成万人恨 你那是阶级的观念 你说起阶级的观念 我倒是想起最近你写篇文章 你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看 我的文章里就认为 现在是比较性的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 我原来是处长级 我住到两居室三居室 我挺好的 但是别人比我更好了 我就觉得我不好了 其实他这个房子在总体里面中还是不错的 还有儿子 对吧 儿子就买一套就比他老爸生气了 这是比较过程 实际上我们算算 在全国现在存量的住宅里头 超过100平米的房子 连20%都不到 是吗 北京连20%都不到 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大房子好房子太多了 但是他有一个就跟我们说的帝王一样 产生的带动性效应是其他的 全国我们现在存量住宅里头 大概1.4一套住宅里头 大概1.2一套住宅的平均面积只有68平米 非常非常小 这是存量 这就是你说的 我们老的房改房子 那一大堆 那个坨子很大的那一堆 都是以低标准建设的房子 因为那时候限制你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那个建设成本压低 因为是国家计划经济 所以要严格控制造价 所谓分配不均了吗 所以那一大批房子 占的总量是巨大的 所以呢 现在中国世界第二大GDP了 所以新一代的 90后 他们说的买房的概念 已经不包括你刚才讲的那批房子 小房子了 对 所以现在这些 在开与三年 二手房房价从来没有被列在第一位上 但是我们二手房是不是就是房子呢 这就出了毛病了 美国我们看看 一手房大概只占百分之 比如说占百分之十的话 二手房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 这个样子 它供应量很低 五十到一百五十万套之间 但是二手房有七百到八百万套 所以他计算的房价 也是包括了二手房的房价 和所有可交易的房价 中国一说房价 老得说一手房 二手房不是房子吗 你们那小青年 为什么就不肯买个二手房呢 那那人总 人总 非要买一手房 这不是毛病吗 二手房也买不起了 不对 你现在二手房现在便宜的还有很大 帝王周边的那个二手房都三万一平米了 你又看看原来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已经超过五年的 在卖出来那些房子 没有那么高的价呀 我告诉你 这人总带着我们去找这二手房去 我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我请你啊 预测一个最坏的情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往坏处想 就说这个帝王叠出 咱就说北京或上海啊 他这么涨涨涨 带动周边这么涨涨涨 最坏的是什么情况 最坏的就是如果把粉丝卖到了鱼翅价格就一定是泡沫 那这个泡沫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质的东西用不同质的价格去取现 说你要区别开 鱼翅如果卖的再贵 它也不是泡沫 但是如果你把粉丝卖成了鱼翅价格就一定出泡沫 就像你说的一个帝王出现 他会带着周边的房子都涨价 对 这是个错误概念 我们现在统计虽然涨了 但是没涨那么高 旺京地区在大旺京的帝王出现以后 平均涨了四点八 它已经很高了 一个月就是一天时间涨了四点八 已经很高了 但它并不是蹦到很高很高 我们过去的帝王啊 带动效应很大 过去帝王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 就是我卖了 我排了一个地是一万块钱 你下一次排个地是一万二 下一次排个地是一万四 就这么这么上来 它这个台阶很低 所以它对周边的房子 通向就拉上来了 几乎是同步的 这次是什么 这次一天上了十个台阶 横空出世啊 对了 所以大家也跟不上了 二手房也抬不到那么高 这个帝王的作用啊 和非帝王的作用在哪呢 非帝王是在我卖新房子的时候 价格提高了 你的二手房再起来 帝王作用在我新房子还没建呢 帝刚卖了 二手房就开始起了 我这个地段就值钱了 对了 我将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那如果是泡沫破裂了 会不会像当年日本 他们现在老说 我们现在认为 他还没有到你说的 这个泡沫破裂的地区 他的意思是迟早会有这一天 我跟你讲 政府除了把不要扶植帝王以外 还有一样 我觉得西方政府做的很多的 就是控制租金 像Santa Monica这些地方 巴黎市中心 他们的二手房政府人为的控制 你的租金每年只能增加极少 所以他会有很好的区 房子租金很便宜 这个中国能不能也稍微学学 这样的方法 可能暂时还学不到 比如说瑞士 他也是他刚才说那个 是社会公民共同讨论的 这个租金今天 非常黄金的地方 不能随便涨 但中国政府现在做不到的 就是产权保护的决定 让他的政府资金 要不就低的不得了 私人租金要不就高的不得了 因为他没有控制一部分的房租 去便宜 他可以用法律来限制 法律限制你现在人家不干 你通过不了 那么法国同样有一个是 法国当时有一批 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提供的 叫公租房秘 是政府控制的租金价格的房租 有一批 那么他这一批房子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 你要硬往这价格提高 我就往那叫 把你砸一下 他有一个条例